文化园林最近发生多起 镀金当纯金典当诈骗的事件 有多家的当铺受害 有的被骗了20多万 不禁的当铺是人人自为 业者说歹徒就是看重黄金在高价位 业者不敢轻易损坏客人的金饰 手法相当夸张 原来是治疗你没来的吗 没有 我烧不出来啦 是假的是不是 烧很久才烧出来 我可以看吗 一模一样的 当铺报案有人要把镀金当纯金档 远景到场处理业者大吐苦水 镀金夺南宴找到其他业者做示范 包银的位置 你还烧还比较久 大家说一般不敢这样烧 有时候比较小 就怕验黄金纯度时弄坏客人项链 彰化园林有歹徒看准业者这个心态 拿镀金到多家当铺当纯金点档 诈骗事件 有业者收了一条 中三两二的镀金项链 损失20多万 怕被骗有业者还特别去进修 怎么快速验出黄金真味 当铺业者说现在黄金价格在高点 拿镀金来行片的也会变多 除了自身会多注意 通行之间也会交换情报 警方根据线索逮捕行片当铺的歹徒 依诈欺罪嫌送办 记者林一峰彰化报导 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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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度 暁度 暁度 暁度